來找另外一個啦 其他這邊題目非常的多啦 我是利用瀏覽次數多到比較多、比較popular的 當然你也可以找你比較有興趣的 它其實這個搜尋功能其實還蠻強大 有進階搜尋 所以你可以找你要的縣市 或者你要的部門等等 或者你要的關鍵字 也可以找到你要練習的東西啦 那這個他還蠻殺時間的 說真的 一個題目你只要像我們剛剛那個題目好了 你 如果不看我的那個答案啦 你自己想想看反正你做過一遍 如果你做出來的話那表示你真的會了 OK盡量還是不要照著這樣做啦 不然以後如果變化你怎麼去改 就像這一題好了 比如說我們改成這個紫外線這部分 那當然一樣第一個點開來 第二個他會看一下他的相關欄位 比如說他這邊有這些欄位 然後Jackson格式 那他裡面有沒有提供什麼 就是編碼 他沒有講到編碼方式 他底下還有一些 甚至他有一些什麼 配合一些其他的App 我覺得這蠻多的 各位可以 再去看一下 而且他其實除了 環保 相關的東西 其實除了紫外線之外 還有什麼沙塵 水庫 的監測 還有什麼空氣 代曜星監測 等等 其實還蠻多的 如果你對環保議題有興趣的話 可以再看一下 其中的話 Jackson 他其實有提供CSV 我們用Jackson好了 那就這個網址 他的編碼方式是YouTube8 總共有這些欄位 那假設我要把這種 抓下來的話 那步驟跟剛剛一樣 所以有些步驟我就不贅述了 所以第一個的話 把它爬下來 爬下來的話呢 其實跟剛剛一樣 反正你就拿範本 Import 這兩個東西 Request跟Jackson 第二個的話 用Request裡面的Get 去把這個網址 所以把那個網址貼上去 然後用那個Jackson.Rows 把它怎樣 把它 載到字典裡面 OK 那特別注意 如果 我的習慣這樣 如果我們 看到那個 把剛剛這個資料 這個裡面的資料呢 把它全選 貼到那個 這個地方來的話 我們把它貼到 這個 JacksonEdit裡面之後的話 來解析 那各位可以看到 如果做外層的資料 Upject部分呢 假如是什麼 假如是 大瓜糊的話 那特別注意 前面用的變數 我習慣用 這個DICTE 就是 它是字典 OK 那所以呢 它裡面的東西也是字典 那 因為它是大瓜糊 所以 字典的概念 我剛剛講過 它有Key跟Value 所以呢 我只要 我要的資料 剛好在Recourse裡面 所以呢 我在利用什麼 利用那個 DICTE 這個什麼呢 點GET的方法 然後GET的Key 就給什麼 給Recourse 那我就可以把它底下的 所有的 這個1000筆資料呢 全部都 抓回來 那抓回來一定是個串列 所以我變數名稱習慣用 List1 然後去接它 那 裡面的資料呢 它是什麼呢 它裡面的資料就是字典 所以如果我要把它裡面所有的 資料取回來的話 可是我要取的話 只有取 Value 部分的話 那跟剛剛蠻像的 有沒有 就是用什麼 用那個List1 有沒有 用跑個回圈嘛 風瓜暗湖i裡面的資料 再去取什麼 取它裡面的 Values 的部分 所以呢 我就是把它所有的 資料裡面的Values 取的 記得要轉型 跟剛剛一樣 然後呢 因為它裡面總共幾個欄位 總共有 我看一下 總共有 1 2 3 4 5 6 7個欄位 所以呢 一樣喔 我是在那個 Fore回圈上面 增加一個什麼 增加一個欄位名稱 跟剛剛一樣 如果我要把它存檔 存檔名稱叫紫外線 因為這個部分 剛剛講過 直接拿來用 所以呢 我假設已經print了出去 也確定OK 沒有問題 那我已經抓到資料了 那我要存檔的話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抓資料好像比剛剛簡單 只有JsonRaw 然後GET的話 只有GET一層 剛剛是GET兩層 有沒有 其實簡單一些些的 然後呢 再來就是 存檔 存真紫外線 點CSV 那有7個欄位啦 所以我這邊一樣 大瓜有7個 中間加豆點 然後換行 然後分別把這個list 因為list裡面剛好有7個欄位 所以0開始 所以0到6 分別把 這串列裡面的東西 分別丟進去 然後呢 幫我存個檔 那只是說各位看一下 這邊好像會有個問題 什麼問題 執行給各位看 大概就知道一下 執行之後的話呢 發現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 就是這個資料 我不曉得他是故意的還是說 什麼原因啦 因為經緯度理論上 應該是 中間理論上 他不應該是用什麼 像這個是應該前面部分應該 而且他是25 25應該是北緯啦 應該是25.0216 可是他變成什麼 25 豆點 02 豆點 16 我剛跟各位講過 那個CSV裡面 只要是豆點 他就是 分一欄 有沒有 所以 這個就會造成一個問題 他 不應該用豆點 可是他有豆點怎麼辦 哎 就是一個問題 你必須要把它修正 OK 那一樣 這個是北緯 那這個是東京 東京的話 一樣的問題 就是應該是 東京 121 應該是 3053 而且理論上應該是 取到小數點的第6位 不要精確吧 你取到小數點第4位 可能還會有幾公尺的誤差 所以他理論上那個側站 他會告訴你經緯度 但是他可能不告訴你 非常精確 怕你是不是真的跑去 那邊 要 去知道說他的位置在哪裡 哎呀位置有點怪 我後來 真的把他拿到那個什麼 地圖上面 去查的時候 我發現 奇怪 為什麼我們的側站位置 居然可以跑到哪裡 跑到對岸去了 有沒有這邊還有一個 到福州這邊的位置 我要是那經緯度 給錯了 還是真的在福州那邊 我們有個側站 OK 我也不知道 這個這個我 沒有特別去研究 但是 他的經緯度就確定是 跑到那邊去 還是因為他給的 座標 有問題 這個我就不知道 如果興趣同學可以再 詢問一下 其實他上面有承辦人員 真的還可以打電話問 只是他會不會不理 會不會理你 不知道 OK 反正 所以呢 我們需要解決這個問題 那我剛剛已經把它存檔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存檔出去之後的話 就會有剛剛那個問題 因為逗點嘛 那CSV呢 會把它當成是 分格符號 所以我剛剛 這邊紫外線有了 點開來看一下 那你會發現 他這邊出來的結果 應該是 理論上前面的欄位應該對的 限制OK 發佈機關也是OK的 發佈時間也OK 測佔名聲沒問題 紫外線指標這個也沒問題 但是緯度跟精度你會發現 就會變成我剛剛那個問題 因為呢 他多了 有 四個逗點 所以呢 多了四個逗點的結果會是 多了四個欄位 所以你會把後面有四個欄位 原因在這裡 那當然如果你用以色友開會是這樣的結果啦 可是如果你今天 假如是用什麼 假如你是用記事本來開 你還可以用什麼 按右鍵 編輯 或者開啟你可以用什麼 用那個 計事本 那開的話 用計事本來開 可能會比較輕 因為計事本裡面看 就可以看得出來 他這邊就是剛剛那個問題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解決 當然 我們可以怎麼樣 在存檔之前 就修正那個問題 那怎麼修正呢 那特別重要 他的 緯度部分有沒有 緯度部分是在 第六欄 精度的話是在第七欄 所以 第六跟第七欄 那我們應該把第六第七的資料抓回來 那抓回來做什麼呢 想想看吧 反正主要就是說 把第一個 豆點變成點 然後呢 把後面那個豆點移除掉 那他怎麼寫 怎麼改 比較簡單 想想看吧 因為這個 有時候當然 想到的答案 不見得有標準答案 那當然你可以針對你 比較熟悉的方法去試試看 那這個部分的話 請各位試一下 待會我們再來看一下 我想到的方法 怎麼樣做比較簡單 然後 好 好了 我 你看